本节目由 卧草 国会无双 公民学院 市长给问吗 总统给问吗 立委出任务 所赞助提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卧草 国会特殊机 台湾政府代表队 总教练马英九 已下台一鞠躬 阵容也将大幅更动 虽然马教练他在卸任前表示 他的字典里没有 看守这两个字 不过马团队的成员 似乎完全不这么认为 在看守期间 不断追求个人成绩 挑战自己的球速记录 这也让本季的抱头次数 不断的飙升 使得本季的抱头王奖项 竞争是格外激烈 第一个有机会 获选抱头王的是 这位陈雄文 他向来以意义不明的 变化球而著称 而近期正是 常常出现自责分 就让我们来看看 他最近的经典好球吧 不解 现在国内有部分人士就认为 不应该用台湾光户 应该用中战 所以不承认台湾光户 不承认的假日 我们要放假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让新部长去头痛 我大概没办法 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中午大家都没有反省吗 中午在吃便当 你还可以把我移送啊 回到法律的程度来说 你可以把我移送啊 你只是旧法论法 你只是只会读法律文字的一个人而已吗 我们也呼吁新政府应该调查人们对屈原和嫦娥的态度 来研究是不是应该继续的放专舞节和中秋节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获得年度暴同王的陈雄文 没想到这次他可遇上了他这一生中最难缠的对手 也就是人称罗银雪 在L.Y.S的罗银雪 罗银雪他首次登板就以九局下半 我忍很久的经典名言 宣告这一届他即将带来的一个惊人表现 在已经毫无悬念的垃圾时间中 他还面对强悍的重炮力威 仍然屡屡的使出持球对决 也毫不畏惧 然后呢 然后他就辞掉了 荒唐自击啦 违约的咨询才是荒腔力 我觉得你真的可耻 我就这样讲话才是不错 虽然L.Y.S控球不佳 但他勇气可佳 每次都能成功的模糊焦点 真不愧是九局下半 最佳败战处理投手 如此精彩表现 也让他成功拿下本度的 爆头王奖杯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本次的国会漏网镜头吧 林维州委员眼见L.Y.S 挡不住他党立委的强力攻势 提案要求终止质询 却被孤立雄委员彻底压制 所以你现在是说要求大家就不要质询了 如果今天 今天表决说过了 那么可以做一个停止质询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议的话 那我想以后大家也都可以形成先例 那我们本党也都可以在一开始 我们都可以对你 林维州委员召集的会议 我们就在一开始质询说 我们请求停止这一个咨询 然后我们表决 今天就不要再玩下去了 如果论人数 我讲的坦白一点 论人数我们绝对不会比你们差 林维州只好摸摸鼻子 改口说 你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国昌兄刚刚讲的也有道理 复辟复辟傻傻分不清楚 坚决反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的 中国国民党立委 为了应付民进党的突袭法案审查 连选字都来不及选 就做了海报 上了战场 中国国民党果真成为最忠实的反对党了吗 明明是中国国民党自己的提案 党籍立委王玉敏 却还毫不留情地喊出反对 看来是早已在为520后的反对党身份做热身了 只要坚决反对就绝不会错 团首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 我再讲 我再讲一遍 大家听清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卧槽》 我会是主机 我是主持人红果军 而这位是我们的共同主持人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本次的国会肉网镜头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卧槽》 国会社区记忆 等到你去火脏脏的啦 谢谢大家 对比赛小块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